謝謝主席 主席 我先請我們張部長 我們先請張部長 畢文好 部長好 我們財政部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今天除了這個政所稅我想已經談很多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大概就是在 院會成績的朝野協商 大家來折衝 所以這個部分就先跳過 但是今天我主席有提了一個鼓勵相關的稅制 我當然肯定主席對我們整個的股市 還是說整個經濟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關切 有這樣的一個法案 但就像我上次在請教部長的部分 我剛剛今天部長的口頭報告裡面 也有提到有一些不同的考量 這個就是它的分配的情形 我想大致大概 數字大概就是這樣 不會差太多 所以這個部分最主要就是說 在總的股力有六千多億 所以股力其實是 國民所得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在這個一千萬以上的 是繳了絕大部分的稅 我算是說就這個部分 是比較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下一張 但是我看到這個部長有講 大概四成的人並沒有交鼓勵的稅嗎 他沒有鼓勵所得 沒有鼓勵所得 對有五成以上的有鼓勵所得 那個百分之五十以上有鼓勵所得的 如果照潘委員的這樣的一個版本 他的稅損 你今天那個報告是說有 大概四百億啦 有四百億是吧 是 那有沒有可能在其他的方面 來彌補這一塊的稅損 目前財政部有沒有想到這個方面 因為這個是等於把高所得者 四十三十的人降下來 所以那個部分 所以再回到前面一張 就大概有百分之五十點一的人 比如說五百六十一億的部分會減少多少 他就這樣啦 因為有累進差額啦 所以因為他從五開始算嘛 所以有累進差額 我們算出來喔 三十跟四十的人 減到二十大概會減四百億啦 那個部分就減四百億 對就兩個集聚的人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就是需要 這個算了一半啦 百分之五十點一啦 鼓勵所得的一半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字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需要繼續來研議 好謝謝 那下一張 三十有請教齁 這個部分 我想媒體也 社會也蠻關注這個部分 那部長有答應說要進行了解齁 那目前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特例的部分 上面二十兩萬多戶 當然數據還大 不容易馬上找出答案 那就下面這幾個特... 幾乎都是鎮宇啦 委員 都是鎮宇啦 對 那鎮宇的話就往下面一張 他就鎮宇給政府啦 政府業學校 對 就是因為鎮宇的話 就是說下面這個部分 我剛剛... 特別是基金會這個部分 我想政府部分並不是很大 所以我的特別是想說 因為那個案子不是太多 那鎮宇我們大的分類也很清楚 所以目前有掌握到一定的新的進展嗎 我想有在做啦 那少數個案的比較快的 我們先給委員好了 好 如果可以的話 對對對 這個部分和前面那個 比較特殊案例的連結 現在沒有時間沒有關係 之後再會後補充 那兩萬多戶可以 基本上不外乎 先抽個十戶二十戶 了解大概可能的分部 那個沒有問題 然後之後再用統計去分類來處理 其實也蠻快的 特別話以後再給委員好了 好 這個就是一起來很容易 謝謝 那因為部長是這個稅法的專家啦 就國際的這個稅制的比較 我們特別注意到 這個最高的邊際效率這個部分 最高邊際效率 以這個部分 都不可能和全世界來比較 一定是和我們周邊 還是說在我們性質相近的 的一些經濟體 在精神上有可能 那種比較稅率 最高的邊際稅率的部分 才來考慮 就這樣來看 不可能有哪幾個國家 是我們比較值得 應該要關注的 就我們亞洲鄰近的國家 因為稅制差很大 中國大陸跟香港 是採分類所得稅制 不是合併的 我們是中和所得稅制 那韓國跟日本是中和所得稅制 那我們的稅率 租稅負擔 跟韓國南韓差不多 日本也是 像中和所得稅 最高稅率也是45% 然後像資本利得稅 我們有比較過 我們跟日本韓國差不多 好 當然它分類的話 就不就難比較 對沒有辦法 它各自有各自不同的 會因為不同的稅率 在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行為 會產生不同的 它應對的方式 這個會計師們都會做 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大概就是和日本 但是就日本目前 有沒有人才外流這個問題 日本其實它產業很國際化 當然日本這所謂失落的20年 當然產業空洞化也很大 所以當然狀況 台灣差不多 不日本的後程 高齡化 產業的外移 差不多有一點類似 對 那它當然是用了幾個 兩次的三件 在彌補這件事情 是 那我們目前的話 因為那個財政部分 在日本的這個安倍的三件 其實佔很重要的角色 包括匯率的部分 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你們有什麼看法 當然日本它用三件 首先它用最多的 就是一個貨幣政策 它用QE 那產業政策 它其實 租稅的部分 它營業稅是加稅的 它要從5%加到8% 第二階段要加到10% 那加第一階段 加就不加了 本來要徵稅 後來它又很大的一個 所以可見它也是動態的調整 那當然 我要講這個就是說 因為每個國家不一樣 它的經濟體量那麼大 它的QE有效 我們的QE不一定有效 所以我們應該用其他的稅制的部分 那因為稅制的部分 我在擔心說 我們是從40%增加到45% 我們在稅制健全方案 因為稅制健全方案 初期是不錯的 所以就這個人才的這部分 因為最近在考慮很多的人才 跑到北京去 跑到上海 跑到香港去 這個部分 我才認為說 鼓勵所得 我是贊成 不去更動 但是就這個 薪資所得的部分 如果是超過1000萬這部分 要45% 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 在稅制 因為你考慮到說是總和所得 包圍 所以這個兩難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人才部分 我們另外有提措施 譬如說對關鍵性的人才 我們Key Employee 關鍵性人才 他如果公司給他限制型股票 限制一定的年限不能賣等等 那個限制型股票 我們叫特殊的課稅 另外對技術座駕入股 這些人才教授提供 那個技術座駕入股 我們給他延緩課稅 人才部分我們會提供 這個有沒有去調查說 因為這樣的調整之後 對於這樣的一個 他們的誘意的強度有多大 有跟業界討論 那業界認為這個有用 好那我們就先試看看 是是是 了解再下一張 是 這個最近這個境外公司的相關的部分 再下一張 部長看過這樣的廣告嗎 你看過這樣的廣告有沒有違法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廣告 還是說有沒有說 大家都認為說 因為鼓勵的這個稅制要改變 一個原因就是說 流到境外的非常的多 是原因之一啦 不是唯一的原因 所以就這個 我才為什麼說 我們一定要和其他國家 做稅制的比較 才能夠 才能夠來研議這個 比較合適的政策 這個部分 沒有違法的問題 如果是代辦公司的話 其實那個就是代辦業務嘛 對 但是對於這個所謂的 資金的外移流動 這個部分 最主要當然不是這個技術面 是說整個資金的外移 逃漏稅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部長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是這樣啦 我們看 如果就鼓勵所得 外資跟內資來比較 其實外資鼓勵所得的比例 比重大概 這幾年來都維持大概 差不多一定的比例啦 那法人跟個人的比重 也沒有明顯的改變 大概有增加 增加3%左右啦 只有3%而已 如果3%就不是那麼嚴重 我想這個因為是 牽涉到他 資金的流動的問題 在剩下的時間 我是不是請主席 請那個 金控的李董事長 台灣金控 李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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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銀魚和前年的銀魚比較 李董事長做多久 李董事長 李董事長 去年銀魚是創歷史新高啦 就台灣銀行來講 提高資金那麼大 好幾兆 當然資金提高也應該的嘛 這增加多少 李董事長 增加10%啦 增加10% 10%只是常態吧 蛤 10%只是常態吧 常態啊 常態的 常態是吧 常態的增加 每個公司說是不是都這樣 還是說你有特別的 沒有沒有 他們10%算高的 蛤 10%算高的 10%算高的 所以就這個 我想是台灣銀行 因為資金這麼大 在經過那個 所謂資本增加那部分 我是支持的 剩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好以上謝謝 謝謝